看昏灯片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极开经济 一起念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僧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经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好 诸位联友大家下午安 请看昏灯片 昨天讲 一切的万法都不是真的 都是由自心的反射 当然能够体会到这样的教法 或体会到这样的真理呢 是要非常非常有善根的 因为在恒河杀树的众生里面 很多众生 不管是非佛教徒 或已经学了佛呢 都把一切法都当真的 你都会有很多的期待 你都把它当真的 所以你会很执着 英文讲grasping attachment 就是执着 所以要砍断内心的执着 是要有很多的方法 那你可以看到这张幻灯片里面讲 上面是一个屋子 下面是倒影 文明也知道 很多东西是心的反射 所以昨天说 当你看别人不顺眼的时候 其实是你自己心不顺眼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虽然你了解了这个道理 但是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麻烦 英文叫long-term behavior 就是无量节来轮回的习气 让你还是没办法做到 就好像你知道 一切都是假的 天也空 地也空 山也空 水也空 你也空 可是我的口袋是不空的 也就是说 当你了解这样的叫法 再放在你现实社会里面 你会发现 还是会有一些冲突跟矛盾 所以答案呢 你就开始要训练自己的心 请看 我今天要教的 修学直观的三个重点 可以理操 第一个叫羞耻 第二个叫观想 第三个叫心性 把它背起来 在禅观的时候 修禅的人 其实都很精简 他不像师父 师父是小学老师毕业 当老师呢 我们要做教案 所以第一步 前中后 都要讲得很详细 真正禅法的禅师 讲话很简单 就看你的念头咯 就这样 怎么看呢 那要看他怎么教你 所以第一个 修持的时候 你可以念佛或念咒 拿着念珠 然后用心观想 好 那各位都有带念珠来吗 好 现在拿起你的念珠 师父现在就教你 待会我分两个阶段 先不用关灯 请专心听 也就是 不管大颗小颗 请你先拿在左手边 然后右手边 看着你的手举开 大家都拿很大串 那可以出家用的 没有开玩笑的 不用拿很大颗 大模组是这样 一圈可以放在桌上 大小颗都可以 现在的重点 不要挡到摄影机 小心 你的右手 来看师傅 右手打开 大拇指按在 第一 这个是什么指 大拇指 这个你们怎么讲 十指 中指 再来 对 无名指 这是第四个 大拇指按在 无名指的中间底下 按着 为什么 这是一个穴道 在东密跟藏密里 这个叫金刚拳 把手这样折起来 你看 这叫金刚拳 意思是说 我们的心 从左边的能量 游到六边 右边当然也可以 留左边 不过正常的顺序 是先从左边 留到右边 所以当你 按着这个 无名指底下 十根这样 按着 然后抓着 然后手往下放 放在你膝盖上 这样会压抑你 让你比较少起 贪嗔痴 左手拿念珠 然后你待会念的时候 就念一下 就按一下 不要放在桌上 就放在很自然 你不用用力 但是有一个要求 注意听 念的时候 你不可以嘴巴动 要用心里念 我们一般人念佛是这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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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阿弥陀佛 人可以来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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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这本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样念一百万年 都不会出轮回的 你的心是散乱的 那现在我要教你的是 因为你习惯嘴巴念 可是心是跑掉 所以我要你嘴巴不要动 用心里念 阿弥陀佛 我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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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念一声 你按一下 这是我特别教你的方法 这是我西藏老师教我的 等到你念 看到自己的念头以后 将来你嘴巴念 出声音的时候 那力量就很大 因为我们呢 念佛呢 念得太容易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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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心啊 我你爸爸死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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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儿 别吵别吵 我来念佛 你不知道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都是这样念的 然后拿念珠都是这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样拉 不是 念珠每念一下 按一下 它是属于接触 让你知道你的心 专注在这里 所以用左手拿念珠 右手结晶刚拳 这样了解吗 好 我们呢 待会 我会放佛号 然后念的时候 你注意听 念的时候专心念 然后念的同时 因为你用心念 你的意念 也可以想佛像 这是可以同时操作 但是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 我先教你 你专心念 然后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念 你念观世音菩萨 下一支香或晚上 我才教你念阿弥陀佛 慢慢来 不要急 一下教你很复杂 你很复杂 但是我告诉你 你念的时候 可以是加上观想的 那这样念有什么好处 你才会看到自己的念头 你才知道说 原来念佛是要很专注的 而且你这样念一声 胜过人家念一千声 也就是说 很多人都在 像金钟学会 很多人都在比 我念佛一万声两万声很好 可是他没有去检查 我念出来的效果是如何 这样了解吗 所以第一个先用念的 可以念一百零八声 你就一直念 然后接下来呢 可以念珠还是拿走手边 第二个阶段呢 可以的是暂停 然后眼睛眨一眨 看佛像 想佛像 这叫观佛三昧 一佛念佛 专心思为佛像 到了第三个阶段 就会连念珠都放下 就坐着 看自己的念头 放松 看自己的念头 这会用三个阶段 带大家练习 你不用急 我会从今天 明天后天 我都会教 最后一天要点灯 所以我们先用念珠 这个呢 先念佛 先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这样了解吗 这样了解吗 好 接下来再看 还没有讲完 不要紧张 先念珠放下 先专心听 为什么呢 因为念佛的时候 我在前面 33页广修供养院讲 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 时摄 时摄就是 你要有一尊佛像 图片或佛像 或照片 有实际的一个东西 让你看到 有一个所缘境 就像你到大殿讲堂 一看到 哎呀 看到佛 你就会很恭敬 对不对 可是你进了厕所跟房间 反正这里没有佛 你心就放逸了 当我们人看到佛的时候 或你看到师父的时候 起码 哦 师父 阿弥陀佛 内刹那之间 你就会生起 虔诚 恭敬心 所以第一个要有时摄 就是要有佛像 或是佛卡 下一场或晚上 我会送给你们佛卡 你不用紧张 慢慢来 第二个异变 就是你要有所缘力 第三个 你要有禅定力 就是心要很专注 三魅力 而且透过观想 才会产生心量 这是很重要的 前面33页里面有讲 所缘境 所缘力 跟三魅力 跟心量 昨天讲过 佛陀讲 心可以让你成佛 心可以让你堕落为畜生 所以你要学着调伏自己的心 请看 我们的心像白色的水晶球 所以在一般观想的时候 是会观白色的光 或金色的光 白代表清静不染 金色呢 代表我们如来藏的显现 事实上 我们的心是白色的水晶球 它靠近什么 它就会出现什么颜色 那因此你的心 要常常的训练 好 先写下来 时间短 次数多 请写下来 你回家练习 可以练习10分钟 或15分钟 休息一下 不要刚开始太长 你不要说 我一坐我要半小时 我要像广青老和尚 如如不动不导单 不导单 24小时以后 回去火气很大 躺三天 修行不是这样 你说你刚开始要练习 时间短一点 10分钟也可以 但是要按照刚才三个方法 然后呢放下 精醒一下 再回来 所以时间短一点 次数多一点 你可以早上练习一次 中午练习一次 晚上练习一次 当你心很累的时候 或烦恼起来的 就坐着 你就练习 为什么 因为它会调伏你的心 所以刚开始时间短 次数多 请记下来 不要急着说 我一定要一下子坐很长 当你坐 坐坐坐 比如你睡饱了 你精神好 一坐 你自然就会坐 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 有时候你会觉得 今天讲话很多 或是做了事情很多 有时候你连10分钟 都坐得很累 没关系 那是自然的 慢慢来 时间短 次数多 所以你的心要常常训练 才会放出般若 般若蜜的光芒 所以为什么要你 观想坐在大宝莲花里 莲花代表菩萨的 六度万恒之音 所以你说老实念佛 并不太容易 什么叫老实 有不同的定义 你看 请看 我们的身体 按照印度教来讲 我们有七个轮 从头底 饭血 喉轮 心脏 一直到肚脐 到生殖器 到海底轮 它有七个能量 有些经文讲 五处或七处 所以当你讲到禅修的时候 就会谈到身心能量的变化 这个没有什么 只是让你要知道 你身体会有变化 比如说当你发脾气的时候 我们中国一句话 怒气攻心 你看 你怒气攻心的话 你心脏就不太好 常发脾气的人就很容易 心脏病 心肌梗塞就过世的 熬夜就伤神 你肝脏就会不好 所以其实我们的身体 做习饮食 跟我们身体的能量是有关 所以你看 它要你背挺直 身体放松 原因是你的气 就会从上面往下降 降到底 然后它就容易开悟 接下来你看 昨天各位看过这张图片 一个人南传佛教 他很专注地在这思维 佛水念 布朵 布朵 你看他身上就会放光 你注意看 一个南传的比丘 他放光 放出来是什么 不是他自己 因为他想释迦摩尼佛 所以 念佛原童章讲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你义佛 义念佛的功德 念佛 念佛的名号 现前 就是现在 当来 就是未来 因缘成熟的时候 你就会见到佛 对不对 所以你要练习 昨天说 清静心当中 才会见到佛 了解吗 所以 传统上 大称的阿弥陀佛 看这里 这个叫做 临终皆引 注意看 这张是彩色的 后面是彩虹 这是在台湾多年 十几二十年前 东南亚很流通的 一般 那时候你会看到这张 临终注念的时候 会拿这张去挂着 帮你做佛事 接下来再看 道政法师 依照照相度良经 所会的阿弥陀佛 但是这个阿弥陀佛 你注意看 他长得是脸 像印度人 对各位来讲 观想会有一点困难 因为你觉得很陌生 没有关系 接下来你可以看 请写下来 观想有两个 一个叫总相 总相就是全部 一个叫别相 个别的别 就像你观 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一观就整个人出现 比如说你现在讲 欣红是要来了 你看到师父穿 黄色的袈裟出来 你看到的时候 一定是看整个轮廓 你不会像透视眼 一看 师父今天鼻子上面 有青春痘 不会 你一定是看全部 这叫总相 所以 一样你观观世音菩萨 你也是观整体 白衣大事 你就感觉 他在你的面前 注意听 不用太用力 你不要说 我没有看清楚 我看清楚观音菩萨的鼻子 当你一用力的时候 你会反而看不到 因为你的心绷太紧了 就像这样 你手上的念珠 念珠 大家知道 线就像鼻巾一样 有弹性 太松太紧 他都没办法念 你如果绷太紧的时候 它会断掉的 所以你要用力的时候 你反而会看不到 所以就放轻松就可以 我昨天讲的 写下来 松 柔跟软 或是松 或是慢 或是软 你的心平常绷太紧了 所以 你第一个就在 只要感觉 它在你面前 这样可以了 就可以 这叫总相 那如果观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会叫你观这一尊 因为这尊很简单 它是金黄色的 后面呢 像太阳一样 你很容易能够学会 接下来 别像就是 观想时 注意在任何一尊佛的 这个特别的重点 有时候你可以注意 佛的鼻子 眉毛 耳朵 都可以 但最特别的 释迦摩尼佛教的是 两个眉毛的中间 中间 因为这是圆的 脸的 圆部的 正的一个点 叫眉尖白 好像 所以你注意看 阿弥陀佛 长得是像印度人吧 这张画像是印度人画 不像马来人 对不对 也不像华人 真正佛陀万德庄严 而且你看 佛啊 鼻孔是朝下的 你有没有发现 哪一种动物呢 鼻孔都是朝上的很多 对不对 那佛有三十二项 你看佛陀的耳堆 是万德庄严 所以真正佛的脸 跟我们凡夫脸 是不一样 这个叫别像 别像就是专注在 某一个部位 因为我们凡夫心很散乱 你不可能佛从头到脚 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每一项你都观得很清楚 所以 先告诉你 叫总像 接下来叫别像 就像你雕佛像 一个木头来 一定是先雕粗的 上面是头 这是身体 这是莲花座 简单这样雕 慢慢慢慢 慢慢再雕 开始雕细微 禅观也是这样 比方说 眉尖白豪像 观佛三昧海经里面 讲观阿弥陀佛 两个眉毛的中间 在印度教认为 这是第三只眼 智慧之眼 事实上 佛教的禅观 也是观这个 这个叫别像 好 那最后呢 你有一尊佛 才观很多佛 以后你才会观出 十方诸佛 所以 观阿弥陀佛 或观佛像 它也有是有次序的 这样了解吗 好 那我先 对 没关系 还有两张 那在观的时候 还有两个重要的重点 就是 你自己的身体 要观成透明的 佛像也是透明的 就像烟火一样 昨天说无常 也像虚空中的彩虹 所以 看师父前面 这个大概是铜的 它上面是其一的 金色 佛的身体是绿色 所以你观的时候 不要观石头 或者不要观 它是金银铜铁 这样硬邦邦的话 你头会晕 而且会有各种幻境出现 这会增长你的我值 你要观自己 坐在大宝莲花里 是透明的 自己身也是透明的 所观的佛像 都是透明的 这是很重要的重点 好 那现在我们来练习 我请观灯 留中间这一排 智光有时候很忙 最重要的时候 它不见了 好 那我们先念 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好 请你背挺直 身体放松 你也可以观想 你自己最熟的 观世音菩萨 奇相 没有关系 背挺直 身体放松 请左手拿念珠 右手接近钢拳 右手接近钢拳 我开始敲目鱼的时候 你就从左手开始熟 心里念 嘴巴不要动 手不用举很高 因为这样用力 就放在你的大腿的地方 气概的地方就好 开始 听观音的圣号 右手接近钢拳 左手开始熟念珠 从自己心里熟 念头跑掉了 请抓回来 取取熟 嘴巴不要动 难无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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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观世音菩萨 难无观世音菩萨 难无观世音菩萨 用心理念 嘴巴不要动 眼睛打开一半 放轻松 难无管事 饮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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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菩萨 难无管是因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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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举手 好 手放下 可能第一次教 可能有人觉得手忙脚乱的 又要解锁 有时候很好 有时候不是很好 还是乱乱的请举手 一半一半的 好 手放下 好 没关系 这样的方法 你就会知道 心专注很重要 希望大家以后回去念佛这样念 你这样念一千声 一百零八颗 胜过人家念一万声的功德 因为你是完全专注的 虔诚的心念 这样子 你才可以慢慢做到一心不乱 现在人东南亚念佛呢 都是散乱心念佛 总比没有念好 不过呢 那样是不能容易降服烦恼的 你这样子专注的念 才能够降服烦恼 也就是说 你在乎的是你念佛的品质 而不是去比念佛的数量 这样了解吗 好 请开灯 所以跳回来 我们只是练习了第一个阶段 晚上我还会教 当然我刚才说过 你在念佛的时候 你是可以想佛的 不过第一个阶段先不要 等到你念一念 然后我请你念珠放下的时候 那时候不用念 实验放松 一样心里继续念佛 这时候一念就可以想 大悲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 我们要请师父去超度 或是我们要请师父来做法会 为什么会要请出家人 因为出家人他每天的修持 他的观想力跟修持力跟念力 比在家居室强 在家居室除非你很用功 否则在家居室呢 事情很多心乱如麻 那你看一个湖水 若是你一直丢石头 一直去搅它 一直搅它 它水就会有很多波浪 假如你不要去搅它 让它宁静 心静如止水 当然它反射的力量就会强 所以我现在只教你了 它第一个阶段叫羞耻 你不要随顺自己轮回的习性 我们常常是嘴巴念 山山大师曾经说一句话 口念弥陀心散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他是笑那些 嘴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可是心很散乱 口念弥陀心散乱 就是你还是东想西想 喊破喉咙阿弥陀佛也不会来的 也枉然 所以希望大家开始多多练习 不管下一个讲座我讲什么经 我都会一直教这三个 这三个是非常重要 你不要看很简单 这个三个你可以修一辈子的 当然所观想的对象 你可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先观阿弥陀佛 念药师佛的时候念观药师佛 念地藏菩萨圣号的时候 你观地藏菩萨圣号 那是可以换的 因为像是虚妄的 但是他专注的效果是不会变的 这样了解吗 好 那今天的这个 这一段禅观就先交到这里 好 接下来我们请看经文 经文 请翻开讲义 好 今天我要讲快一点 请翻开讲义第三十五页 丁石普皆回向 好 先看幻灯片 昨天讲西方极乐世界有宝树 这个树就是什么 菩提树王 再复齐一下 一切众生而为树根 对不对 以花果为树木 以大杯水饶益众生 对不对 然后成就无上阿弩多罗三秒三菩提 若菩萨没有众生 则就不可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菩萨为什么 要深深事发愿广度众生 好 接下来再看 请看幻灯片 我三个把它加起来 这个很重要 好 我先开始讲 回向 这叫三种回向 这个要考试的 考试的话这题必考 百分之百必考 在佛学院这条一定会考 我们常常讲 回向众生 回向菩提 回向实际 这三种回向 请先看幻灯片 不然你待会翻来翻去 我们今天要讲第十 普接回向 先看第八愿 常随佛学院 叫做回向菩提 也叫做回阴向果 我在阴地里所种的六度波罗蜜 念念回向无上的佛果 所以是成就以自立的功德为主 因为你清静老师 是要靠自己坚强的意愿 所以回向无上菩提 你为什么要跟老师 是希望你能够学到佛法 能够利益众生 而成佛 举个例子 像世间 你去拜书法当老师 或画国画 或是你跟他人家学打拳 你一定是很专心地拜一个老师吧 你不会觉得今天跟他拜一拜 学书法 学楷书 第二天你又换了一个老师 第三个又换一个老师 那你一辈子呢 没有一个老师的东西 你会学得很好 可是以此类推 佛教现在也是这样 一个人一条路 两个人两条路 三个人三叉路 四个人四字十字路口 其实真正学佛法不是这样的 DVD只是一个工具 它不能取代老师 因为跟老师相处 你看中国的禅宗或净土宗 跟善知识在一起 甚至要生活在一起 它才会模拟的习性 但是现在我们整个环境不一样 学习的风气 学佛的风气也不同 心态观念就完全不一样 我们现在学佛呢 我们现在学佛呢 叫做心灵马沙基啊 我来看啊 好久师姐啊 来来来啊 很久不见啊 来接结缘啊 其实你真正要学佛法了 刚开始出两三年 你可以到处地方去参学 举个例子 你就到Jesco或Tesco 你现在买一双鞋子 你可能去Barta的店看 你可以去很多家店看 你可能想我的价钱要什么 大概什么颜色 是凉鞋 是皮鞋 还是运动鞋 还是跑步鞋 然后有些价钱重义了 颜色你不重义 有些颜色功能很重义 可是你觉得太贵了 没有错 你有权利去选 可是你永远不可能在shopping mall 一直逛 逛了三个月 你还在逛 那你到底买不买啊 同样的 学佛法也是这样 严格说 要清净善知识的话 你是要去拜一位老师 跟他学习 所以古来 在儒家跟道家 都是要拜师学义的 佛门也是如此 你拜了释迦摩尼佛 你拜了文殊普贤大菩萨 做善知识 那你就要跟他学啊 像善才童子五十十三餐 第一餐 文殊施利菩萨 他跟他跟非常久啊 跟到他开悟以后 老师说你可以去餐学了 你才会聚餐 我没有任何的妄念 师父也没有任何暗示 你不要想太多 你要不要多一根筋 我只是告诉你 真正学佛你要有结果 其实你要跟一个老师学 那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来 那问题是老师都到处飞啊 对不对 那现在就要看你跟老师的福德因缘 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 那常随佛学目的是回向菩提 回因向果 达到成就自功德 叫福道无上是愿成 像有些人生生世世 就以拜观世音菩萨做他根本的老师 有人生生世世 就是拜阿弥陀佛做他的老师 接下来看第二 丁九恒顺众生 叫回向众生 又叫回自向他 回我自己所修持的功德 普施给一切的众生 愿他就是一切的众生都离苦得乐 这叫回向众生 这条很重要 所以我们叫众生无边誓愿度 我们在皈依的时候 或受菩萨戒的时候 师父会教你发四红誓愿 我们是要发愿度众生 但不要急着度众生 那你必须吃饱了 自己有功夫了 你有一天就像你学武术 或是学书法 有一天 名单话叫出塞 就是你出师了 你当老师了 你才可能教人家 同样你看 医学院要读七年 他那么辛苦 要读这么多的课 要这么多的实习 上课考试 为什么 他必须对人体的结构很清楚 对不对 各科他都要去参学 到七年以后 他才能够正式出来做实习医生 你连七年的耐性都没有的话 那你说我现在出来 那只有一个结果 用医杀人嘛 你不但救不了人 而且你还会伤害众生 同样 你看世间的医学都要读七年 那何况佛道无上是愿成呢 那你要深深事事去投入学习 所以讲到这里师父多说举进 其实佛法是很公平的 你一个礼拜 一天你投入四个小时修持 你将来就有四个小时的结果 你一天才跟我念一遍大悲咒 一遍心经而已 只不到五分钟 二十四小时只不到五分钟 其实你这是问道友的啦 所以其实学佛法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 对不对 我们要度众生 但是度众生之前要有坚定的戒定会 好 接下来再看丁实 普皆回向 叫回向实迹 回向菩提 回向众生 回向实迹 这里的实迹就是指实向理体 金刚经讲实向 或是真如 或是有些叫做如来葬 名字不一样都一样 他是懂得讲实迹 就是实向理体 叫做回事向理 帮我事向上所做的当中 你会归到佛法的真理 比如说有时候 你遇到好的师父 师父就会教你 你做了这些 不管成功跟失败 请问你觉悟到了什么 你体会到了什么 那个就叫回事向理 那为什么要学普皆回向呢 答案是要对峙自己 法治的毛病 我们众生呢 喜欢南传佛教的人 就批评大乘非佛说 喜欢大乘呢 庄严佛像的人 就不喜欢愤怒尊 就告诉金刚乘是假的 金刚乘的人就告诉你 小乘跟大乘呢 还是不就近的 佛教批评外道 外道批评佛法 你看我们都有很细微的法治 那回向 普皆回向的意思呢 就是要希望你破除 这些细微的法治 获得无向的利益 这无向的利益里面 是指什么呢 请看各位 三十五页 第十五行 十六行 这里就有写 无向的利益 就是波哲经讲的三三昧 空无向无怨法门 这里讲的无不是没有 而是指不要执着的意思 志光现在去帮个忙 去后面拿个脸盆 至少脸盆要像我的脸这么大 装八分满的水 装来 然后待会表演给你 什么叫做不要执着 因为是最后一次的 几乎师父是用尽了所有的武功命级 我通通都搬出来了 其实有些 像我今天教你的禅修 是属于中级班跟高级班的禅修 他不是初学的 因为讲到相关的经文 我就介绍 那将来有机会 有一日禅修 我才正式教你怎么修 先专精听 空无向无怨法门 我们中国人唱他道无 就以为没有 无怨 不是指不要发怨 写下来 无怨是念念都要发怨 但是念念不要计较与执着 这才叫无怨 我再讲一遍 看到无不是什么都没有 外国人常常翻nothing 不是 无怨是指我念念都要发怨 度众生 可是我却不要计较与执着 我有众生可度 接下来下面的讲义 看三十五页 第二十二行 金刚经讲 终日度生 终日无度 待会我会讲 这就是无怨 释迦牟尼佛 生生世世 发怨度无量的众生 可是他不会执着说 哦我今天又拉了两个信徒了 我今天两个呢 又度了两个学生 没有他没有这样的概念 因为有这个概念 代表有什么 有我执跟我慢 跟炫耀的心 不像一贯道 一贯道其实很好修啊 就两个 一个亲口 一个人拉信徒 亲口就是吃素嘛 第二个人拉信徒 你多拉几个人呢 拉一个 拉两个 拉一个算一个 拉两个算两个 拉四个像一样 两双 拉的越多 你先搬越高 那表示他还执着数量 所以佛为了要破除你执着数量 所以叫无怨 但无怨不可以解释为不要发怨 那叫断灭 无像是指我念念理尽佛的像好庄严 可是我不执着像是真实的 就像你看你我们在大殿 我们上歌前我们要问训 对不对 我们要念佛 好三生开经济 我们还是念啊 可是你心中啊 不会去否定这些像的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佛的像是 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是他万德庄严的显现 所以佛一定有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可是告诉你无像的意思是 你不要执着像是真实的 就像说你看师父前面 有一尊泰国的佛像 那你说佛像在里面还是外面呢 真正的佛在里面还是外面呢 佛是遍一切虚空的啊 但是凡佛还是要像 为什么 因为我生活在有形象的世界里 我们看到这个像的时候 我们就会升起功绩心 哎呀佛在前面 我们起码就会合掌 你总不会在佛面前呢 就乱七八糟吧 对不对 你就会培养你的恭敬的念头 所以无像是指不要执着形象 空是指刹那刹那之间 一切都无常千变万化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 所以才叫做空 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很多人以为说空 什么都没有 那就糟糕了 比方说你看鼓 鼓因为里面是空的 风的就是教它 因为里面空的 所以你祝它才会有声音啊 你看大庆 多当冬的一声 这就像鱼缸啊 等一下 来看一下 可是要师傅手收着进去 主要有两个手 我可能要脸盆吧 没有的话 至光搭去找脸盆 那个大概可以放金鱼进去 没有 这光很赶 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要做什么 所以你看 鼓啊 要空啊 你敲它才有声音 大清也是这样啊 里面是空 你敲才会咚 所以写下来 空能够生一切的妙有 这是大圣佛法生的地方 很多人认为空就是没有 尤其是外国人 他最不喜欢空性的教法 因为他认为一切都是空的 那我的房子 我一辈子努力的事业 我一辈子努力的家 其实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得走的 所以空不可以理解为断面 空是指刹那刹那之间 山壳大地所有的东西都会变化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 这叫做空 了解吗 好 所以看幻灯片 对峙法质或无相义 三昧就是三三昧 空无相无厌法门 这叫回相实际 也叫做回世相礼 请刮骨在三十五页第十六行 旁边写一个 法门无量誓愿学 不好意思 上次打字的时候没有打到这一条 因为前面呢 回向菩提是佛道无上誓愿成 回向众生是众生无边誓愿度 那普接回向呢 事实上是指法门无量誓愿学 你破除了你的法旨 你才会打开心量 去学一切的法门 当然有些人今生 他可能对普门品比较有缘 金刚经比较有缘 等到来生的时候 他再继续学 一直学一直学 学到梅勒菩萨下生的时候 他还会学很多的教法的 如果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阿弥陀佛就可以为你说 无量无边的教法 所以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说 西方极乐世界 微风吹动七宝杭树 可以为你演说 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密门 大臣小臣金刚称的教法 他都可以为你讲说 这叫三种回向 请做个记号 很重要 接下来我们看经文 三十五页 丁十 普接回向分四 先看科判 三十五页 第三行 物一 总说回向的重要 他分三 接下来请各位翻到 三十六页 第五行 物二 也可以看一下幻灯片 这个很好 放上左边 谢谢 这有点像脱波吃大碗工的面 谢谢 待会我会讲 什么事叫不要折着 先看物二 特别广发十大院 物二 特别广发十大院 请做个记号 前面十大院亡以后 特别广发十大院 这十大院是通一切诸佛的 一则里尽诸佛 二则称赞如来 三则广修贡养 这个是属于英帝的修持 那这物二 特别广发十大院 始于果地的修持 这两个有一点不同 当然十大院跟这 特别广发十大院是连的 它的差别是 普贤十大院是站在 因上而说 物二 特别广发十大院 这是在果上说 尤其是以利益众生而说 接下来再翻过来 请看三十八页 第二行 物三 总结 无尽大愿亡 三是一切诸如来 看三十八页 第五行 四十一颂 三是一切诸如来 最圣菩提诸行愿 我皆供养圆满修 以普贤行物菩提 所有的总结 解释到最后 这一句寄送 这是总结 无尽大愿 再来看 物四 三十八页 第九行 从颂一切诸佛的大愿 他就 一切如来有长子 匹名浩曰 普贤尊 我今回向诸善根 愿诸致行 西同彼 对不对 接下来再看 第四十六宗 文书施力勇猛至 谱贤会行 亦浮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 随彼一切常修学 这些寄送都非常的美 到时候我会解释 我只是先跟你讲 这边的整个架构 请看幻灯片 物一 物二 物三 物四 好 那我们再翻回来 物一 总说回向的重要 刚才说过 这个 回向的用意是什么 请看三十五页 第十七行 回向的意思 一 破除自己 求功德的执着 二 扩展自己的心量 我们凡夫都会求 比如说 释迦摩尼佛 教法简单讲 可以分为三个角度 来摄受众生 善巧方便 第一 他会告诉你 不要造恶啊 很苦啊 你就会轮回受苦啊 就像我们那天 看到一张图片 佛对眼镜蛇说 心可以让你成佛 心可以让你 堕落为住身 先告诉你 不要造恶业啊 造杀到阴望久 你会很苦的 所以就会劝你啊 来修行 说告诉你 诵经有功德 点灯有功德 来造寺庙 布施有功德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阶段 先叫你 不要造恶 第二个 叫你发愿要修善 好 叫你诵经 布施 做佛像 教育 文化 慈善事业 都做功德 请六度波罗密 可是到了这个阶段 众生就会有一个 问题来了 功德大的才做 功德小的 当中没看到 你就会有分别 为了要破除你 第二个执着 就当你第三 告诉你 不要执着 好的坏的 只要能够利益众生 不管大跟小 我都应该尽心尽力做 所以到第三个阶段 就叫你 无所求 听懂吗 金刚经 波罗密 就讲无所求 再讲一遍 看师父三只手 不是三只手 我没有三只手 第一个手 是告诉你 不要造恶 第二个 要修善 诵经念佛 有功德 可是你若执着 在第二个阶段的话 佛就会告诉你 第三个阶段 无智义无德 无所求 为了 因为破除你 众生都是有所求的心 他有三个阶段 好 所以当你讲 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请看 不要执着 可是一般联友呢 都很执着 那叫他不要执着 他误以为什么 譬如说 这位师姐啊 你们今年年底 要不要去朝圣啊 随缘啦 看因缘啦 不要执着 其他内心里是 我不要去 不是这样 不要执着 是对的 波罗密讲 不执着 不执着是什么 很多人理解错误 来 我表演给你看 帅哥你过来 帮师父拿麦克风 这样子 那录音会比较方便一点 OK 没关系 你捧着就好 对着我的嘴巴 你捧下面 对 好 很多人都说 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师父表演给你看 用心看哦 搞不好该会变出四个号码 看 我现在的手 拿着水 对不对 水是不是在我的手掌上呢 靠近一点 对 有没有 看到手了吗 然后我手一放 水就流下来 再看一次 我现在的手 两个手 用水把它捧在我手上 对不对 我手上真的有水啊 当我手指一放的时候 水流过去 这个才叫不要执着 你们很多人理解的 不要执着就是否定 英文讲reject 你要吃饭 你要吃饭